趁着圣诞去到湾仔的海岸堤街坐鸭仔船 欣赏一下维港的景色 踩足全程辛不辛苦呢? 郭芝成了解过的 近日才开放的湾仔海岸堤街 成为圣诞打卡热点 不少人都是为了它而来 玩玩玩都要注意安全 做足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每一节可以踩45分钟 他们踩了一阵就回头 在嘔吵 这个有些温算浪 晨诞节给他们有些活动玩一下 他又喜欢鸭仔坐船开心一下 但其实都挺累的踩下去 家姐就玩得很开心了 十个好玩有多少好玩呢? 二十个好玩 九个好玩 我自己踩就一分钟 其实都是爸爸踩的 你觉得很难吗? 很难因为我自己不够他长 他们就特意识心打扮 穿得开心一点 多一些圣诞气氛 很好玩 很漂亮 还有加热 还有风吹在这里就很舒服 接下来几天想踩水上单车 但又没有预约 可能会失望了 因为预约已经满了 不过都不要紧 也可以来到这里打卡 欣赏维港的景色 有线电视记者 郭智晴不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